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晋议员请提出 郭文贵議員 如果沒有犯法, 警方就不需要執法 治安情況, 在我上星期答議員的時候 我都說, 如果這些遊行示威 我們看到自六月到現在 有1200個遊行示威 而絕大部分, 有些不法之徒 利用這些遊行示威 這些遊行示威之後, 大事破壞 這些是嚴重刑事案的 有些可以坐終身監禁的刑事案 是嚴重的 所以如果大家應該一起譴責這些暴力 遊行示威我們絕對支持 香港是有這個自由的 但是香港是沒有一個違法暴力的遊行示威 的容許的 這個希望大家一起以正視聽 不要誤導, 在遊行示威裡面的違法行為 我們是不需要處理的 這個在我們香港以法治的精神之下 任何違法行為 特別是暴力的, 我們必須用 要當事人扶上他應有的法律責任 至於針對一些嚴重的暴力行為 警方必須要取取適當的武力 而任何有方法令到警方更有效 處理這些暴徒的暴力呢 而又可以將大家可能產生受傷的風險減低 保安局都是支持的 當然警方會研究清楚 每一樣的工具 對他們的執法能力 以及所產生的風險是怎樣的 但是我知道呢 警方所研究的任何一些裝備 其實在外國, 先進國家 都是用的一些裝備來的 這些裝備也都過往呢 有一個良好的一個紀錄 在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使用呢 是達到可以減少多方面受損傷的效果的 那這些武術的, 武力的研究呢 警方應該是繼續 從而呢, 是有效地可以對付這些暴行 也都減少整體社會在這方面 所受的, 包括是暴力 以及受傷的風險將它減低的 多謝主席 梁志祥議員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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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謊的議事規則 什麼議事規則 什麽議事規則 在我們的議事規則裡面 當官員發言的時候 是吧?是不是 我表示我要求他出來 還拿清漂亮的問題給我 很簡單 喂, 剛剛他說得清清楚楚楚 明明白白的叫她做正經的拉賊 曲解我要求增加警力 說的是要你抓賊 局長, 都不知道你怎麼寫 現在我要求用議事規則 請局長澄清一次 剛才去議事 是不是叫我要求你增加警力 做你想做的防暴工作 我跟你說 我要求你捉賊 做正經事 保安局局長 請你坐下 局長是否澄清 局長